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问大家这个分值高不高 你乍一看绝对分值其实挺高的 但是你如果翻过来跟第一模块去比一比的话 好像性价比没有第一模块那么高 为什么你好好看一看第二模块有多长呀 从第十季开始一直到第35季 贯穿了审计的从初步业务活动到完成审计工作的方方面面 涉及到了这么多章节的知识 也融合了其他特殊项目审计当中的一些关注要点 他考9到18分 相比之下第一模块多么多么值得大家投入精力 需要注意 本模块的知识有可能涉及部分简答题或者是综合题 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的几个点 我不再读一遍了 那么这些点如果考到简答题的地方 我都会说答题的模板是什么 大家该如何进行应对 那也希望大家呢适当的要关注一下 好了 开始讲解之前我给大家稍微呢打个鸡血送个鸡汤 说这一路走来我必定有进步 也必定有失败 但是在失败中我看到的不仅是问题而是契机 那希望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尤其在这个阶段你做题总是出错 但是没事你要记住 只要是错再考前 上了考场咱们不错 这些内容就都是我们的机会 好了 明确了之后 如果大家想掌握逻辑关系 请看脉络图 那这个脉络图画的是我们整体 在这样一个模块当中 各个技各个知识点之间 到底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分别是什么 那么这个图留给大家进行自我阅读 自我检查 我就在这儿呢不给大家念一遍了 这样的话效率更高 好 说到这里之后 我们下面就开始讲解第十季初步业务活动 同样的大家下去之后 我讲到哪 我希望大家你至少 把对应的题目做到哪 对于初步业务活动这里 我们其实介绍的问题是一共两个 第一个 叫做审计的前提条件 第二个 叫做初步业务活动的目的和内容 首先在审计前提条件这里 我要求大家背 背不会考你背诵墨写 但是考你什么 多选题 对于多选题而言 他可能会问问你说来帮我选一选 审计的前提条件包括什么呢 第一个 存在可接受的财务 第二个 报告编制基础 第二个 是认可并理解其要承担的三项责任 这里面考试是有可能考你ABCD的多选的 编制之责 内控之责 工作条件之责 因为比较简单 我不在这儿多多赘述了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坑 就是ABCD非常直观的选 如果你看了就能得分 没看 那必定要在这儿再跟头 第二个问题 初步业务活动的目的和内容 在这儿呢 我要稍微给大家说一说 其实我们平时记的时候一直都是三个关键词 就是考量对方 打量自身和达成一致 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多太多的难度 但在这儿我就稍微给大家延伸一个 对于初步业务活动 我想问一下大家 请问在这个阶段需不需要 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进行了解呢 我就问大家这个问题 是否需要 答案是需要 你千万不要非常固执的死板地认为说 这是初步业务活动 而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是后面的风险评估 我说过 我说审计地图这么化 还是个一般流程 但是呢 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它本身是贯穿始终的 还记得吧 来 能不能举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例子呢 说老师 我举个例子 说在初步业务活动 在审计承接阶段 在业务的早期 我们就需要对被审计单位的控制环境 来开始进行初步的了解和评价 能举个例子吗 例子就是评价管理层的诚信情况 所以延伸的结论是 在这个阶段 我们首先要去初步的对控制环境 进行了解和评价 这是我要延伸的第一个点 是在初步业务活动这儿 跟后面的知识有关联的 希望大家能够融会贯通 第二个点 我再延伸一个 请问在这个阶段 如果是首次接受业务委托 我还要做一件事 而且是必须要做的事 请问大家是什么 我这么问虽然笼统 但是你也一定要能够想得出来 因为这个结论太太太重要了 首次接受委托 初步业务活动 那说明在承接业务之前 要做的事是 与前任注册会计师进行沟通 好 对于沟通这里 我想问一下 是必须要沟通吗 是应当沟通还是可以沟通呢 答案是应当 是一个必要的程序 我再问大家 沟通的形式 我们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请问对不对 答案是错的 既可以采用书面的形式 也可以采用口头的形式 书面或口头均可 你看这样的细节 你还记得吗 所以初步业务活动这 我给大家延伸的第一点第二点 那么大家把它把握好 那其余的内容比较简单 三个关键词 足以解决问题了 考试当中有这样一种提醒 我给大家总结在通关绿卡之中 说判断某一个事项 是否属于初步业务活动 大家首先可以记三个关键词 其次大家要识别题目中的间谍 比如说总体策略和具体计划 那你不能选 再比如说 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的程序 不当选 也就是说 签约之后开展的工作 不可能属于初步业务活动 但是除非咱们刚才说的 那几个特殊的情况 那否则的话 在这儿 比如说应对一种风险 比如说去测试与关联方相关的内控 再比如说我们做会计分路测试 那这些事项 大家注意 它不能是在初步业务活动当中去实施的 所以正向反向做题 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 你呢 就谁好用 用谁 这就行了 好了 说完这里之后 我们把这一和二总结完了 那接下来有一个三 对于这个三 是除了刚才的考量对方打量自身和达成一致以外 我们在全书的其他地方 也涉及了这样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我给大家也总结在这儿 刚才咱也说过 我就不再读一遍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十一季 审计业务约定书 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讲 考评并不高 如果大家细盘一盘 最近五年 我印象中也就考了一次 但是但凡考出来 大家无一不在这栽跟头 为什么呢 平时不是特别的关注 总论人说 前面的这个考点呢 是比较重要的 比较经典的 关注的重点都在这 但是如果人家一旦考来 审计业务约定书 大家就容易傻眼 所以我建议大家防守这么几点 第一点 这个非常要严防死守的 就是考概念 上来直接了当 前显直白就问你 来审计业务约定书 里面应当包括的内容 包括什么 多选题 ABCD让你选一选 这个是有方法的 不管是我 还是明远老师 都给大家介绍过 你比如说你看这五个 目标与范围 双方的责任 报告的编制基础 还有最后的审计报告 所以本质上这几点 它其实有相对比较稳定的规律 就是说这个事儿 我们的目标是啥 在什么范围内去开展 然后双方的责任分别是什么 其实在讲责任这里的本质上是在说 执行审计工作的前提或者说 审计的前提 你看有编制基础 然后任何并理解其要去承担的责任 最后还得说一说 咱开展这个业务最后递交什么产品呀 最终的产品是审计报告 还有审计报告预期长什么样子 一旦不一样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说明 所以这12345 我建议大家要记一记 如果考试出现多选题 你得能够选得出来 这叫做目标与范围 然后双方的责任 或者说审计工作的前提 最后还有最终的成果 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把握一下 这儿就是多选 没有什么太多的坑 但是如果出现多选 你没有复习 那就容易选不出来 这个问题说完之后 再来看第二个 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 今年还是要特别的关注一下 因为好长时间没考了 大家要清楚什么这样的情况 叫做合理的理由 我们就可以去变更审计业务 什么样的理由不一定合理 大家就把握住 这两个合理的环境的变化 还有存在误解 那反之一些管理层的限制 或者是一些别的情况 比如说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限制 那么它不一定合理 那如果合理的话 我们才允许变 在允许变这里 大家要注意的是 我们到底能不能去提及 原来的审计业务 和已经执行的程序 是否可以去提及 这儿大家要关注一下 哪里可以提 哪里不应提 那这个其实就是非常浅显直白的结论 没有什么太多弯弯绕绕 也没有什么太多 能给大家挖很深很深陷阱的东西 就是浅显直白 然后看了 走新了 能记住了 那考试就不会出错 好 以上是我们大家说的 审计五月令书 容易忽视的几个点 我们稍微说了说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十二级 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 在这里呢 其实核心就是看一个表格 但是我强调一下 这地方我不建议大家 再去背那个细碎的条文了 需要背吗 我建议你不要去背了 为什么呢 性价比不是特别高 你数一数那个条文 加在一起三四十项 你这个阶段 与其把时间用在这 倒不如去看看韩正 去看看肩盘 好好地看看小天老师说的 打大体的时候的模板和套路 看看独立性 看看质量管理 那不香吗 说性价比会更高 所以其实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共同去承担风险 一起去做一些判断 我们在前期 事无巨细的地毯式扫描 为的就是今天咱们能够抓大放小 为的就是今天咱们要夯实重点 所以这儿我告诉大家 从背考策略上 不要再去看那三十四十条的条文 而是掌握方法 考试当中考的无非就是 二者之间做辨析 所以第一种考法也是第一个坑 就是二者之间要去做区分 区分的原则呢 我帮你写了 在这儿 一个宏观 一个微观 一个解决的是策略问题 一个解决的是方向问题 一个解决的是资源问题 人的问题 范围的问题 报告的问题 另外一个解决的是 具体程序怎么做的问题 那当然考试当中 有解题的技巧 解题的技巧就是排除法 因为具体审计计划很简单 就这么三项 所以你先锁定这三项 那么如果这三项当中 你看来看去发现 长得都不太一样 跟他们都没有什么关系 那大概率是总体策略 所以从这个角度 大家要关注排除法 好了 明白了之后 这就是第一种容易出题的点 但是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现在出题真的真的 稍微不慎 就容易掉入到陷阱当中 大家容易生成一种 惯性的思维方式 老师我知道 这么多年的题 考来考去模拟题 我也做了不少 日常的委练习了 无非就是 不是总体审计策略 就是具体审计计划嘛 你看 这个结论有点草率了 为什么 一个事项 不是总体审计策略 就一定是具体审计计划嘛 你能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 得到这样的结论 考试 很可能 就不认真看 排除了一个 排除了 剩下三个 那我就选吧 你要注意 有的时候 还有可能是初步业务活动 所以不要被坑了 所以第一个 区分 咱们说到这 来 第二件事 我给大家说一说坑 因为平时大家关注的点 都在区分上 如果人家稍微考你一点概念 你可能就掉坑了 这个概念可以考什么 考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先画这样一个箭头 我说总体审计策略 指导具体审计计划的制定 请问对不对 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宏观指导微观 对吗 答案是正确的 不用怀疑了 那我再说一个 说反之具体审计计划 也可能会影响 甚至是改变总体审计策略 所以本质上也有一种反作用 对吗 所以这么说的话 咱们能不能做个总结 说他们二者之间会有一种彼此的作用 可以吗 这个说法也是正确的 大家不要去怀疑 因为本质上他们二者就是会产生相互的变化 彼此的作用 所以在这我给大家又总结了一个结论 这是考试容易出现的一些冷门的表述 在第三点上 我不再读一遍了 但是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好的 能够理解这个问题 能不能举个例子呢 来我给你举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 实物一点的案例 怎么就具体审计计划 还反过来去影响人家总体审计策略了呢 咱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 我们最初在确定审计范围的时候 我们所确定的总体审计策略 是主要去做实质性程序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我们不会去对内部控制 展开运用 进行测试 甚至是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 我们在定范围定策略的时候 大体上定了这么一个方向 这不是总体策略吗 确定方向 确定资源 但是随着我们对被审计单位集结环境的了解 我们做风险评估 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 我发现 哎呦 这家单位真的太依赖信息系统了 太依赖那部控制了 我们有可能会改变之前所做出来的决定的 可能会决定要利用信息技术专家的工作 可能在策略上 我们调配资源的时候会做出改变 可能我们在划定审计范围的时候 得把系统审计考虑进来 你看 这是不是就是双向奔赴 一种彼此的作用呢 所以各位小伙伴 这里希望大家要关注一下 从理论和实践的两个角度稍微把握也把握 那这个考点我觉得掌握到这个程度应该就OK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十三级 关于重要性 这里呢 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大家下去做作业的时候要留点心 为什么叫留点心 就你看看这儿啊 你不要一门心思地把前面的客观题都做了 然后很开心 实际上后面还有主观题呢 所以主观题也要练一练 所以这里不光是客观 而且还有主观题也要去做练习 而且我是觉得在这后面 我们给大家去讲一些客观题 大家问题倒也不是特别大 反而容易出现问题的是主观题 重要性 我先都知道大家的痛点问题 不用说 我都清楚 我说一个你看看是不是你的痛点 核心的痛点 其实千言万语就一句话 小心 就是考虑因素太多了 是不是 真的记不住 前期在讲的时候 侧重于讲原理 讲每个背后的核心考虑 驱动因素 到底为什么要考虑这些 咱们重在这儿 但咱们现在说过 咱们这个阶段重在硬式 硬式的时候 核心要点就是 你反复的形成肌肉式的记忆 明远老师给大家讲说 做题的时候 有的时候要靠七分的什么 条件反射 有的时候要看三分的什么 逻辑推理分析 我强烈建议大家 在这里尽量靠条件反射去做题 实在考场上拿不准的 你可以去靠靠逻辑推理和分析 所以最后阶段 这个任务非常非常的明确 就是这些考虑因素 你前期零零散散的 你没有总结到一起的 没事 我帮你总结了 你看一张大表格 考虑因素当中 把每一种其中的这些分项的考虑因素 全都列在这了 你好好的看一看 对着这个表格 在我们99级的第18页到第19页 多看几遍 这一定会考 所以18到第19 以这个表格为这个阶段的一个范本 然后拿着好好的读一读 看一看 这是我首先说的 大家在这个阶段 怎么去解决这种考虑因素太多了的问题 我帮你总结好 那你就好好地消化 这是一个点 那另外一个点我要给大家讲的是 除了重要性 考你这种考虑因素的题 一旦考简答 咱们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咱们侧重于给大家说 什么地方有坑 然后什么地方需要大家去背诵 记忆 还有答题的时候有什么模板 好了 咱们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学习和作答 原文呢 同样的 我不给大家去读一遍念一遍了 因为大家可以去看成都计划 那那个地方是一字不落地去读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重点说一些干货的精华的东西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重要性的概念 在概念这里呢 大家要掌握三个核心词汇 在考试当中容易让你做证物的判断 但是这儿没有什么太多坑的那些地方 那本质上就是 重要性的概念 既要谈单独的 要谈汇总的 既要谈定性的 要谈定量的 既要谈 我们对于重要性 对于金额的影响 我们也要谈 有没有舞弊呢 有没有系统性的错报呢 有没有使得被审单位 游盈转亏的错报呢 要考虑的是影响的程度 当然还有 我们要考虑的是整体的需求 而不要去考虑个别的 所以这地方 有这么三个核心的观点 或者是结论 表面上来看 其实没有什么坑 那考试当中呢 我个人认为啊 本质上也并不会在这里 为难大家 但是这会不会考大题呢 请问大家考不考呢 大题考出来 你会不会答 会不会做呢 我问你 大题的考点可能在哪 最有可能考的 你能帮我画一个关键词吗 就这一页当中 所以第一个问题 咱们先来说 如果考大题 人家可以考你的 在这儿 叫做性质 这是最容易考大题的 考题的模型 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题干当中 他会这么说 他说被审计单位 发生了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情况 假公司 然后最后呢 肯定是 引起了某一项错报 那么这项错报 情节当中 肯定会说 说因为他 小于 明显微小错报 临界值 然后接下来说 注册会计师认为 无需实施 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或者无需实施 其他的程序 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思路 好了 如果大家 对于这个问题是明确的 那么初题的模型是这样 咱们答题又怎么答呢 你说这个做法不正确 为什么不正确 因为这个错报 它的来源 可能有这么几种 可能是舞弊 可能是系统性的错报 也可能使得被审计单位 由盈 转亏 有这么几种 特别特别典型的情况 咱们答题 来模板来了 大家记一下 你可以说 该错报 源于 啥啥啥啥 这儿到时候直接往上添 题目中说的是啥 你就在这儿写什么 它说舞弊 你就说源于舞弊 如果它是系统性错报 你把这个词要记住 就源于系统性错报 如果它说油盈转亏 你就按照这个来说 后面要加一句万金油的话 这叫模板 模板不就讲究一个万金油 放之四海而皆准 加这么一句话 说它的影响 是重大 而且后面要判断一下 是不是企业广泛的 那么因此注册会计师 应什么什么什么 按照这个来答题 咱们来试一下 该错报源于舞弊 影响是重大且广泛的 那么CPA 那针对舞弊 应进一步应对舞弊风险 那这是这种思路 说该错报 有可能源于 较低职位的员工舞弊 性质上是恶劣的 你也可以这么说 说性质上构成舞弊 也可以 因为管理层是重大且广泛的呀 如果是非常职位较低的人员 他的舞弊 未必是重大且广泛的 那就稍微换一换 你说影响在性质上是严重的 这也可以 注册会计师应当 与适当层级的管理层去做沟通 那如果是系统性的错报呢 说该错报源于系统性的错报 影响是重大且广泛的 注册会计师应进一步调查 该错报源于 由被审计单位 由营转亏的错报 那影响是重大且广泛的 注册会计师应建议管理层更正 所以看到了吧 答题的思路就这么几种 来你跟我写一下 要不然是注册会计师应该检查什么 要不然是应当建议被审计单位更正什么 要不然是注册会计师应该与谁谁谁沟通什么 所以无非就这么几种写法 所以这样的一道题目你在答的时候 秉承这样的一个思路 同学们我强调一下 我但凡讲模板的题都不是那种零零星星冷冷门门的题 这两年基本上在综合题当中考这种错报评价 对于重要性定性的这种运用的题还是比较广泛的 比较多的 频率比较高的 所以大家把这个模板好好的记一记 答题的时候不慌张 好了 以上我们就说完了 那这个问题如果考到大题的话 点主要就是这个 希望大家把握一下 关注一下 整体上比较重要 那说完这里之后 我们在第18页和第19页 给大家主要总结的是 关于确定重要性的时候 一些考虑的因素 对于考虑因素这里 我不给大家一字不落的去读一遍念一遍了 我刚才说过 对照者尽量形成肌肉记忆 好好的认认真真的看一看 然后我给大家就说一说 坑主要是在什么地方 当然考试的方法 风格也非常的单一 就是来来回头给你换 混淆 所以就是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那其他地方的坑 大家跟着我呢 依次排查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 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对于整体的重要性 其实大家都清楚 我们要运用职业判断 这属于大家的常识 我们不去考虑与固有项目 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这我们在上课也辨析过 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我是命题老师 我就坑你没商量 我就扛你这个 你平时的关注点 不是一头一尾吗 好 我就问你 说这个说法对不对 说在确定财务报表 整体重要性的时候 注册会计师 不应根据事务所的惯例 予以考虑 对不对 不应考虑自身的经验 对不对 答案是错的 确定重要性的时候 一个标尺一个标杆一个工具 咱们对于事务所的惯例和自身的经验 是予以考虑的 你平时关注到了吗 这样的细节 咱们好好的要趁着这个阶段 茶楼不缺 所以这第二个 坑你没商量的地方 真的很有可能被拿捏得稳稳的 一头一尾我都知道 你看看人家偏偏就不考你 你知道的那个一头一尾 人考你中间这个 惯例考不考虑 我知道职业判断 但是我问你 事务所的惯例 影不影响重要性的确定 答案是影响 所以这第二个坑 好 接下来 我跟前面的讲课方式一样 我就顺序编号 那这样的话 大家能够记下来 核心考点大概有多少 这样的话做笔记 就记在我们的99G 这个编栏当中 然后从头到尾 把我们的这个考点顺下来 这样的话呢 复习的时候也好复习 再往下 在报表整体重要性之理 大家要记住 有的时候是影响基准的 有的时候是影响百分比的 但是别管影响基准 还是影响百分比 都叫做影响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下一个是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注意 这是在需要的时候 我们去确定 对吧 它需要的话 就这个意思 再往下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对于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请大家注意 在确定时 它应该是乘以 百分之五十 到百分之七十五的一个比例 好 对于这里 我提醒大家考什么题呢 可以考小题 让你判断一下 说什么时候选择较高的百分比 什么时候选择较低的百分比 咱们后面有总结 但是如果是考到这样的小题 我倒觉得大家问题不大 但一旦考到大题呢 这个是容易把大家坑进去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我重点说一说 如果出来大题 你怎么去应对 所以我们顺序编号 这是第二个坑 在这里我们接下来来说第三个坑 如果考到大题 咱们该怎么办 大题当中 他一定会告诉你说 说被审计单位假公司 他的情况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说一大堆 说完之后呢 说注册会计师 在确定实际执行重要性的时候 选择了75%的比例 作为实际执行重要性 确定时候的百分比 然后你先把就说 肯定是不对的 为啥 他没有综合考虑 因素呢 太片面了 所以你说不适当 那关键是怎么答题 这个模板怎么写呢 来大家跟着我呢 练一练 怎么写 首先你要注意 他确定为75% 那很显然是选择了 较高的百分比 那这要题 无外乎要考虑说 注册会计师 应该确定的是 较低的百分比 那答题的时候 一定是前面先写原因 这个原因 我的建议是 说由于假公司 然后接下来这句话 我建议大家直接抄题干 但是抄的时候呢 稍微有点技巧 说由于假公司 是首次承接的客户 是首次接受业务委托的客户 说由于假公司 市场风险比较高 由于假公司 管理层胜任能力不强 由于假公司 什么什么方面 存在内部控制的缺陷 直接抄题干 但抄的时候 稍微精炼精炼 别人才题干写一大堆 你原封不动的复制粘贴 这个抄的水平太拙劣了 这也不行 这样的话月教老师一看 或你一点自己都不加工 你让我情何以堪 是吧 稍微加工加工 那加工完了之后 抄完题干之后 下面这句话是关键 那由于这个 那么注册会计师呢 注册会计师 应选择 什么什么 确定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所以关键点就在于这 这别的话你都会说 好 这怎么添 你能不能说 应选择50% 确定实际执行的重要性呢 这么写啊 不是特别好 我不建议 你直接写 较低的百分比 如果你说你不放心 我建议你啊 你打个括号 你说括弧 里面说如50% 因为你怎么知道 人家一定用50%呢 你最好说较低的百分比 这个更严谨 所以答题的时候 用这个模板来答 说由于什么什么 抄题干 然后注册怪师 应选择什么什么 确定实际执行重要性的百分比 然后答题时 用较低这样的词 不要说一定是50% 你可以说如50% 当然你不写如也没关系 也不算错 这样的话就能够得分 好了 这是一个答题的模板 所以如果考小题的话 我倒觉得问题不大 关键是如果考大题 大家要学会去 如何去读题 如何去解题 然后如何去按照这个模板 把答案写上 能得分 能得分啊 才是盲道 好了 这是我们顺序编号的第三 考试的命题角度 还有考试中容易出现的坑 接下来呢 是第四点 关于明显微小错报 临界值 对于明显微小错报 临界值 最为核心的内容 就是如果低于明显微小错报 临界值的这个错报 它就不累积 但是在这种经典的表述下 往往呢 隐藏着考试当中的 刀光剑影 玄机 大家都知道不累积 但是你得稍微绕绕弯子 人家考试当中 给你换个说法 你会不会 所以顺序编号 第四 坑你没商量 咱们来说坑 他这么说 他说高于明显微小错报 临界值的错报 一定是重大的 对不对 他在给你玩弄文字游戏 他说比这个临界值高的 都是重大的 对不对 不一定吧 能这么绝对化的表述吗 高于明显微小错报 临界值的 那叫要累积 要累积的一定重大吗 我们以前讲过 要累积的可不一定重大呀 累积完了 要去沟通 要去更正 为更正错报 咱们还要评价 它是否重大 是否会影响报告的一件类型呢 你怎么能说 超过明显微小错报 临界值的就一定重大呢 好 再给你换个说法 说明显微小错报 临界值 这里所说的明显微小 就等于不重大 对不对 所以接着说 说明显微小 就等于不重大 对吗 当然不对 明显微小 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金额和水平 而重不重大 是跟报表整体重要性去做比较的 那么二者之间 差着十万八千里 隔着个火焰山呢 所以也不能这么去比 所以啊 各位小伙伴 在这些地方 他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玩弄数字游戏的问题 希望大家怎么做 一方面逻辑推理分析 另外一方面 如果大家听了明显老师的好题特训营的话 他给你讲了一个用数字代入的方法 你就记住 报表整体重要性的金额是多少 一百 那实际执行的重要性呢 就五十到七十五 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呢 可能就是个一二三这个左右的金额 你稍微用个数字代一代 这个事呢 又变得更加清晰了 所以啊也可以用带入数字的方法 搞不清的同学 还带个数字进去判断判断 这个事就能够见得分享了 好 明确了之后 这是第四个坑 明白这个之后呢 大家再来准备一个第五个坑 第五个坑 再给你一句表述 来我来说 你来听 他说如果注册会计师不能够确定 一个明显微小错报 是不是构成 那进而我就可以认为 这个错报 不是明显微小的 对不对 是我们不确定 不确定的时候 那我们做出的判断有两种 一种 既然不确定 我们就认为他明显微小 一种是不确定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认为 他是明显微小的 你不确定 你说 那我就觉得他是明显微小的 你是不是过于莽帅了呀 你保持职业 怀疑精神了没有 那不确定的时候 我们审计 合理保证 那你就不要说 我就放下心 我就把心放到肚子里 我就非常安心的说 哎呀 那我就觉得他是明显微小 这样的话 有点不太负责任吧 就像医生看病 你也不确定 说长这个东西 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那你说 那我就认为他是良性的吧 你不用管了 回家呢 高枕无忧 该吃吃 该喝喝 该睡睡 行吗 你看 合理保证的这个事啊 咱们一定要保持职业怀疑的精神 所以这样的题 如果考出来 看似 考你的是一个陌生的说法 实际上 内在的逻辑理念 也都是一致的 所以咱们如果复习了 就应对 考场上我问大家 一旦遇到这种 你没见过的 真的咱们不能保证 每句话在考场上 你全都见过 跟那个高考一样 那个高考的语文阅读理解 你平时读过吗 没有吧 咱们不是硬着头皮 还得去阅读 还得去理解 还得去分析吗 那个诗歌剑长 你背过吗 你背会唐诗三百首 我上小学的时候 背了唐诗三百首 那照样 你到了考场上 做那个诗歌剑长的题 那个诗歌 你大概率还是没读过 所以要有这样一种心态 一旦没读过 好好的冷静的咱们分析 一看旁边 坐在你身边这个大哥 啪啪啪啪 逗大的珠子掉在键盘上 那就知道 他慌了 你就稳了 对吧 考试 七分靠平时的积累 三分在考场上 也看咱们的心态呢 所以这两年 大家去考试 心态我觉得是越来越稳了 出来之后 说老师我心态崩了 怨天尤人了 在考场上 我想砸键盘 这样的同学越来越少了 我觉得得益于我们不断的 给大家去做这个心理疏导的工作 见多识广 才不会大惊小怪 好了 第五句话 咱们说到这 从技术 说原理 然后也谈到了考试的心态 反正呢 我们的99G 这个讲课过程中 对大家考试有帮助的 我都会说一说 明确了这点之后 第五个坑 咱们就说到这 接下来我们顺序编号说第六个 第六个 在考虑运作当中 我稍微说一个点 在这 叫做被审计单位治理层和管理层 对注册会计师与其沟通错报的期望 那如果对方说期望沟通所有的错报 那我们在理论上 可以把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设定为零 但是我也给大家讲过 审计时务中啊 这样的情况太少见了 非常非常的罕见 这样真的太为难自己了 你想下班吗 想回家吗 想不想出去约会 想不想跟朋友出去搓一顿呢 那就不要这么干了 所以呢理论上OK 但实践中啊比较少 好了 以上123456 这六个坑 大家好好的把握一下 接下来 我们说一个比较重要的表格 我们同样啊顺序往下编号 我说完6呢 接下来就是789 我就不再从头开始 给大家重新编号了 不然的话呢 大家可能看着看着就乱了 我们就顺序往下编 实物中常用的基准 这个地方啊 大家是一定要背的 而且到这个时候 此时不背更待何时 背的时候一定是原文背 各位小伙伴 既然是原文背 考场上不要自己随便乱写 哪怕你心里知道 有一万个不爽 说其实我知道 这地方写的啊 已经落伍了 淘汰了 咱们会计准则当中 哪有什么营业费用总额 这个说法 out了 我想按照自己的说法 写什么研发费用 可以吗 稍微收敛一下你的锋芒 压一压 你那个按捺不住的优秀 乖乖的按照人家的说法去写 所以这儿真的得背 所以背这件事啊 我在这儿强调一下 考试出来 你就得按照人家这个说法去答 那然后呢 我给大家稍微顺着这个说一说坑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坑在这儿 七 这个地方在选择基准的时候 他给了两种选择 一种叫过去三到五年经常性业务的平均税前利润 或者亏损 扩户取绝对值 这个取绝对值啊 你写或者不写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但得知道过去三到五年经常性业务 有时候考试不涉及经常性业务 那就说过去三到五年平均税前利润 这也OK 还有一个选择呢 是营业收入 一个叫平滑 一个叫替代 有的时候二者均可 你记住 但是还有的时候坑你没商量 有的时候只能选其中一个 你比如说 有的时候咱们只能替代 我举个例子 我说如果被审计单位 最近的情况 是威力威亏交替发生 就在这盈亏临界点附近这么个徘徊 你还照本宣科 还死死的按照我们书上的这个说法来写 说平滑之替代之 你这怎么平滑呀 你这一平滑接近于零 你确定出来的一个重要性的基准 基本是在这个零左右徘徊 你这么去确定出来的 你在实践中能用吗 非常不利于我们去开展工作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说威力威亏交替发生的 那就选择替代性的基准 选择营业收入可能会更好 但如果人家说 盈利亏损交替发生 这样的情况呢 你可以选择一个平滑的办法 或者替代的办法 所以大家看题的时候呢 多关注一下细节 否则的话这地方真的坑你 没商量 好 其他的地方的内容 我倒觉得没有什么特别 会为难大家 或让大家觉得特别困扰的 那就是要写准了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净资产 所以这些基准呢 我觉得都好表述 好了 这是第七个陷阱 那顺过来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里 还有可能什么地方 考察到大家的陷阱呢 我来说说答题的技巧 在这呢 第八 大家平时容易形成一种思维方式 就觉得考试当中人差不多 大差不差都告诉咱们了 这不是说的很简单吗 新社企业 新兴企业 前面呢告诉大家 说盈利水平稳定 研发中心 你想的太美好了 这叫理想很美好 现实呢 很骨感 考试当中人家的题干 不一定给你这么说 我举个例子啊 有一年考试 不是咱们专业阶段 因为我同时也讲综合嘛 综合当中也有审计啊 那个审计部分 在综合人家当时考了什么题呢 就考这个 考你这个基准是什么 同学们都背过 新社企业处于开办期 最后选什么 总资产 背得滚瓜烂熟 但是考试出来之后 发现哎呀 老师 竟然考的是这个点 我都没有意识到 人家怎么说 你还不跟你说新社企业 处于开办期 尚未经营 建造厂房 购买机器设备 人家说 这是一个商品房销售的企业 目前只有一期 这个一期呢 还是个七房 你看 这个七房 什么时候开始销售呢 目前正在盖这个房子的过程 在建造这个过程 在开发的过程 这个七房两年后开始销售 那隐含的意思 就是在告诉你 这属于开办期 隐含的意思就是在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尚且没有营业收入 所以你说注册会计师应当选择 总资产作为确定报表 整体重要性时的基准 所以要各位小伙伴 你稍微要做一下变通 案例当中一旦看到一些故事情节 要记住 要跟咱们学习的知识 相互联系联系 如果你有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是提干说了半天 我就跟个没事人一样 好像跟我都无关 他说他的我写我的 这样的话呢 大概率你可能是没有读懂题干背后的深意 你得揣摩人家出题人的意图 所以在这里啊 大家要注意 考试当中一定要顾题目当中的背景 人家是怎么写的 这个在专业没这么考过 但是在综合 人家曾经考核过 那这样出题 其实就稍微有点让大家意外 或者会觉得 哎呀 有点灵活 但你也没办法 你也不能吐槽 你还是会暗暗的说一句 这提出的真好 有水平 把我考住了 所以这是第八个地方 我提醒大家要关注的点 考试的时候 好好读读题干 看看人家背后 到底在说什么 意思是什么 跟这个能不能对应得上 好 说完了第八之后呢 我们再把前面的这些问题 简单的大家下去之后 再好好地捋一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都是大家容易出错的点 好 剩下的地方呢 其实我们考到的是 关于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这里啊 反而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复杂 特别特别难了 因为刚才讲如何去答大题 咱们都讲过了 我就提醒大家一句 在这里 我们还是往下顺序点好 希望大家关注的是 这些考虑因素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综合考虑 随着九 希望大家综合考虑 什么叫综合考虑 考试时不要以偏概全 说一看连续审计项目 一激动 说选择较高的 不对 连续审计项目 还得看以前错报的情况呢 一看说连续审计项目 选择较高的 别激动 你还得看看 项目风险是不是比较高呀 一看连续项目 一激动 别着急 你得看看我们内部控制当中有没有值得关注的缺陷呢 所以综合考虑 所以这个我提醒大家一下 再者啊 考题还是坑你没商量 你在这背了半天 说老师我知道项目风险比较高的时候 我选择较低的 项目风险低到中等水平的时候 我选择较高的 你背了吧 你背了 你熟不熟悉 你熟悉 滚瓜烂熟吧 说梦话都在说 考试出来你就是没得分 你冤不冤 你不冤 为什么呢 你没有掌握出人的套路 人家有的时候不告诉你说项目风险水平较低或者较高 人家说出来 全天下的考生都会了 怎么选拔我们注册会计师的优秀人才呢 你是这个行业的未来呀 你是顶梁柱呀 那这个顶梁柱不能那么简单 人家怎么说 人家说被审计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胜任能力不足 人家这么说 人家说被审计单位所处的市场竞争激烈 人家这么说 你还挺开心 是吧 竞争激烈 你还在这嘲笑人家呢 殊不知早已掉落到了出事人的陷阱当中 你没读出人家的深意 啥叫高管胜任能力不足 啥叫竞争激烈 人家背后隐含的意思是什么 隐含的意思是 如果你是注册会计师 你看到这样的信息 你会不会意识到 哎呦 风险比较高 然后把这句话给我打出来 说由于胜任不足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 所以项目总体风险比较高 因此应选择较低的百分比 这才是一个连贯的做题的思路和思维方式 所以各位小伙伴 你不要指望考试白纸黑字 就给你写书上这个原汁原味的原文原句 很有可能能融入一些故事背景 稍微让你动动脑子 稍微考察大家阅读理解 这样一种理念精神 这完全是没问题的 所以大家留个心 这个地方我们说到了第九点 说完之后 最后是实物运用 在实物运用这里 这是考大题的 同时这一定要备 考在这里 其实考题的风格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圈十 圈十呢 就是补写 对于这个补写 我还是强调一下 对于这几句话 波浪线画下来 我现在说这个地方的 就一定是原文贝 它一定是 比如说 它考虑了单个和汇总的影响 考虑了低估 但是它可能没有考虑舞弊 或者它考虑了舞弊 考虑了单独或者汇总 但是没有考虑低估 所以各位小伙伴 还有的时候 就是考虑了 金额比较高的 但是这几个都没有考虑 这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 一定得备 必须得备 而且这样的题 五年曾经 我觉得印象中 考过两到三次了 就是补写 非常的简单 直接了当 备会了就能得分 想都不用想 我们把它完全的写在实卷上 说注册会计师 还应考虑 存在低估风险的财务报表项目 注册会计师 还应考虑 识别出存在 舞弊风险的财务报表项目 所以原文背诵 咱们就能得分 所以以上 12345678910 这十个 是我们在答题当中 有可能考大题的 有可能是考大题当中 题干容易 坑你阴你的地方 我都给大家 悉数的把它指出来了 那么希望大家 能够跟着我这个思路 好好的去做一下 巩固和辨析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给大家 总结了一个通关绿卡 这个地方 因为它考大题 有的时候还考你那些 冷不丁的 你可能会难以琢磨的 非常透的一些小题 所以我的思路是 把一些 你以前可能关注的 不是特别到位的 或者特别坑 或者是特别别用的 一种命题的角度 我给大家又总结了几个 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你看这几个角度 你关注到了没有 第一个角度 是各类重要性的 运用环节和目的 你把后面的遮住 我来问 你看看脑海中 清不清楚 第一个问题 确定我们识别出来的错报 是否需要累积 用谁呢 第二个 识别的错报 对于审计报告 意见类型的影响 是不是重大的 用谁呢 第三个 确定细节测试当中的 可容忍错报 用谁呢 第四个 确定实质性分析程序当中的 可接受的差异额 用谁呢 第五个 确定审计会计估计的时候 那个区间合不合理 用谁呢 第六个 确定要不要纳入进一步 审计程序的财务报表项目 这个范围怎么定 又是用谁呢 好了 所以这六个点 我们的答案都在书上 第一个命题角度当中 这个考试当中 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出题 希望大家认真把握 接下来 第二个命题角度 这个就更坑 问问大家 说这几个重要性 是否需要在所有的审计业务当中 都去确定呢 你看下答案 第一个 需要 第二个 不是 这叫做 需要的话 是吧 第三个 需要 第四个 需要 来 再坑你一下 问你说下列一项或者多项重要性 可以确定你一个或多个金额的有 那么除了报表整体重要性 这个都能确定 一个或者多个金额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可以吧 特定类型的重要性呢 本来就是特定类别的 当然 你适用的时候 可以确定一个或者多个 明显的小错报临界值 竟然也可以啊 好 在这你补一句话 注册快计师可能有必要 为重分类错报 确定一个更高的临界值水平 重分类错报 咱们以前在第十八章也讲过 注册快设容忍度往往会高一些 我们有可能 对于一般的错报 我们认为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三万 临界值的错报呢 对于这种重分类的呢 我们可能会认为说 给他定一个更高的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我们定一个比如说八万十万 这个在实物中是有可能出现的 那么不就有了一个或者多个 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的金额吗 所以这样的题考出来 你不准备肯定被坑 你想都不用想肯定做不对 所以这个表格看着简单 但如果考出来的话 大家不要掉到坑里面去 第三 关于50% 75%的适用条件 刚才介绍过了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在这里列举了几种考试中容易出现的情形 第四个 综合考察重要性的实物运用 各位小伙伴 这里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考点 我给大家总结了123455个 这不就是正好对应简答题吗 你也知道简答题当中考五问吗 那考五问当中 除了我刚才在讲解知识点的时候 给大家串的那些 在这儿又把一些容易出错的 重要的我有总结了一遍 第一个关于基准的选择 记住啊 用原文原句 然后呢一定要留意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情况 什么开办期啊 预售期啊 有没有盈亏临界点这些陷阱啊 第二个呢 大家要记住 财务报表 如果涉及到是集团审计 那么结合后续的模块 咱们一并来进行掌握 这地方我们到集团审计当中再说 第三个 要记住 必须要背的那三种情况 低估的 舞弊的 还有呢 单独和汇总的 第四个 明显没小错报理解值 如果是零理论上可以接受 第五个 评价错报的影响 这地方啊 大家千万注意 我们反复再说 比如说考虑错报的时候 得考虑 是不是舞弊 有没有油盈转亏 有没有可能是系统性错报 我建议大家啊 对于这种 系统性错报 油盈转亏 广泛的影响 这些词 你跟着我把小三角打上 这样的单词 我建议大家背 装到你脑海当中的单词库里面去 因为考试当中啊 一旦是出现这样的词呢 我记得啊 那考试当中是按照彩分点给分 那如果你这样的词写出来了 那一眼看上去 系统性错报有这个词 得分的优势就增加了 你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 写了一大篇小作文 找了半天 就是没有系统性错报这几个词 你就吃亏 所以这个地方 答题的时候 关键词把它点到位 好 以上 对于重要性这个部分 我们把坑呀 考试当中容易出现的陷阱啊 需要背记的内容呢 我们又都说了一遍 希望大家啊 对号入座 然后下课之后 好好地进行巩固 以上 是我们讲的第十三季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说 第十四季 风险评估程序 对应三个题 下课之后要做题 别忘了啊 那第一个 风险评估程序包括些什么 这个总得背吧 包括询问 分析 观察 检查 还有 综合运用上述程序 所形成的一个 穿行测试 在这里啊 穿行测试这个词 考试当中一定得是你的敏感词 所以第一个陷阱 就是把它跟重新执行 一定要做好区分 必须要做区分 别混淆 那么他们的深层次是区分谁和谁呢 重新执行是控制测试 而穿行测试呢 是了解内控 所以各位同学 这两个词的背后 是不同的目标 不同的程序 所以是第一个陷阱 考试的时候 记得把这个问题 一定要能够写得出来 然后呢 我说一下啊 如果这个地方考大题 会不会考大题啊 一定会的啊 同学们 他真的有可能是了解内控 穿行测试 最后得到了一个控制 是否有效的结论 你怎么答题呢 你会不会呢 老师我一定会 来 你尝试写一写 没事走两步 你说你会 你看看你自己 网址上一写的时候 哎呦 老师行了 和尚吧 我自己都不想看 所以这个答题模板 也要掌握 这种题怎么做呢 你要这么写 说题目当中 注册会计师 所实施的那个程序 他一定会说 穿行测试 你把它写下来 说做的是啥啥啥 穿行测试 然后后面说 不足以 或者说不能 提供 控制是否有效的结论 或者你说 穿行测试 不能够提高 控制有效性的 审计证据 这都可以 如果你说 老师我还不放心 那你再加一句 说注册会计师 还应实施 控制测试 这样的题 经常考到 答题的思路 我们真题当中 所给出来的标准答案 往往都是这样的模式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你书上的原文原句 你背下来了 可能答在卷子上 总感觉差那么点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的真题 有自己的表述方式 表述的逻辑 你看到 大体上 你跟着我把这个阶段的课 听完之后 慢慢的能够找到一些感觉 是不是有点规律了 就说怎么怎么样 做是不行的 注册会计师 还应怎么怎么怎么样做 基本上是一个答题的套路 所以掌握了之后 你说穿行测试 不足以提供控制运行 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不足以证实 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注册会计师 还应实施控制测试 你看多完美 多漂亮的答案 所以大家要勤于练习 好 结个图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答题的模板 清楚之后 那第一个考试当中的 命题思路和坑 我们就说到这儿 第二个是关于穿行测试 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证据 这儿我建议大家 关注多选题 有这些 但这些我倒是也不建议大家背了 你就稍微看一看 其实它所提供的证据 核心就是关注两个点 一个是控制的设计 那就要了解相关控制 另外一个是控制 是否得到执行 那就是是否执行 所以说来说去 核心点就关于这里 所以不需要背 但是从头到尾你读几遍 那是对它基本的尊重吧 所以多读一读 这地方有可能出多选题 关注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剩下的内容 关于项目组内部讨论 它本身也是风险评估程序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老规矩我们顺序编号 说完了第一个陷阱 第一个坑 第二个我们来说 项目组内部讨论当中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坑呢 先看讨论的目的 这地方是2022年新增的 我强烈建议大家 按照多选题来准备 你要说陷阱 说实话也没啥 但是如果你不看 比如说什么分享见解 讨论风险 更好的应对错报 彼此交流和分享 这些观念你得知道 起码考虑当中出现 ABCD能够认得出来 然后就记一下 在这容易出现 坑你的就是讨论那些无关内容 什么叫无关内容 你得记住 收费跟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没啥关系 不要讨论 职业道德 说项目组成员 是否具备职业道德 这是你们内部讨论而来的吗 这是个客观事实 你具备就是具备 你影响独立性 不能够去参与审计业务 你在初步业务活动阶段 你就得非常理清楚 弄明白 所以这个不是在 风险评估风险应对 项目组讨论 这个专门的活动中 我们要开展的一个工作 所以记住啊 考试当中的坑 无关内容 不要去讨论 所以这个地方 今年大家尤为的关注一下 因为是新增的 凡新增凡热点 考试当中就容易出题 接下来我们再延续第三个陷阱 在讨论的内容这里 你看 经营风险 发生错报的方式 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还是围绕我刚才讲的 紧紧围绕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 关键是讨论的人员 记住 坑在这儿 并非所有人员 一定是关键成员 但如果有人缺席 没有来 那么这句话 我推荐大家 画波浪线吗 那就要背下来 记住 谁向那些 没有参与讨论的人员 去通报事项呢 通报什么事项呢 你注意啊 决定通报什么事项 一定要认真看 很多同学就记住一个项目合伙人 项目合伙人 项目合伙人 你是记住了 但是后面没有仔细看 项目合伙人到底是干什么 他干的事 叫做确定 向未参与的成员 通报哪些事项 所以这个事是合伙人做 但我问你 合伙人把这个事决定出来了 具体传达的时候 沟通交流的时候 我们项目组成员去沟通 去交流 项目经理去沟通 去交流 去传递 我问你可不可以 考试就这么考你啊 坑你没商量呀 你模模糊糊的 你说这个事必须要项目合伙人做 那就错了 项目合伙人做的事 那叫做掌舵手 什么叫掌舵手 你决定往什么方向 什么事情他没来 我们要告诉他 他要拍这个板 但具体把这个事发个邮件呀 跟对方打个电话呀 面对面的谈一谈呀 我们项目组的成员 完全可以负责这个交流和分享这个过程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啊 谁我们做什么事 好了 以上这个部分呢 容易坑到大家的点 我觉得就这么三个 一二三 一共三个点 其实说来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难度 但是大家就是要留意一些细节 那真正有难度的 真正有可能 真的是坑你没商量的地方 我今年特别特别的给你总结了这个表格 这是我这么多年 讲审计以来啊 第一次把我也逼急了 没办法 我得总结这个表格 一般啊 以往在飞跃阶段啊 这个表格我肯定不会让你出现在我们99期这个阶段的 你不信去对比一下 你看去年有没有这个表格 没有啊 但是没办法 这两年考试不可预见性真的在增强 而且我也提醒大家 你尽量啊 把这些知识学的细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客观题难度上升 我个人认为啊 这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趋势 考生友好 不意味着题越来越简单 客观题的答案ABCD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那这样的题 你没有做对 你只能说 哎呀 恨自己 学义不精 五谷不分 四体不勤 你只能这么说 但主观题呢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发挥空间 哎 大家呢 彼此之间的感受 谁又比谁的文笔差一点呢 对吧 你的文笔好吗 你的文笔算好吗 哎呀 怎么不算呢 对吧 但是客观题 你看这两年的趋势 它的灵活性 它那种比较刁钻的那种角度 你说它偏它又不偏 但你说它 特别经典 特别常规 它也不是 它稍微找一点点角度 需要你去做一些思考 所以啊 我们总结了这样一张表格 我是特别特别怕 它在这儿给你出一些题目 所以我建议大家 这个地方多看两眼 稍微关注关注 它有可能考你 问你说 了解背水难未积极环境 除了刚才那些常规的考点 我就想问问你 了解这些方面都有什么作用呢 你读一读 不用背 但是有个印象 来咱们过一下 第一个 了解行法兼 作用是什么 再看 行业和监管 有没有可能导致重大作暴风险 这个简单啊 不用说了 第二个 所有权结构 那这个学会计通就知道 谁持谁的多少股 那就是了解关联方关系 第三 治理结构 治理结构在说谁啊 在说治理层 所以关键就是看 了解治理结构 就看治理层 能不能实施有效的监督 下一个组织活动 组织活动如果是复杂的 可能有重大作暴风险 下一个经营活动 经营活动 他卖什么买什么 那就是了解他的日常经营的交易 再下一个投资活动 说我往谁那投了多少钱 我要去开疆拓土 那了解的是 我的经营策略和方向上的重大变化 我投资 我进军某一个产业 某一个行业 你们在战略当中也要学 这体现了我的战略可能会发生变化 我可能要去并购 重组 进军新的领域 所以这个地方是容易 考试当中出现的 所以我稍微打一下对勾 这个你不复习 你不琢磨 那你考试当中肯定想不出来 原来投资活动 能够帮助我们识别 经营策略方针上的调整 筹资活动呢 能够帮助我们评估持续经营能力 这我们后面也讲过 财务报告 那么能够了解影响财务报告的 重要政策交易或者事项 再往下 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那就看看符不符合准则 再下一个 目标战略和经营风险 这里大家注意了 经营风险 你注意 多数都会导致财务报表 存在重大挫暴风险 但是不是所有 所以我问大家 这两个风险谁更大一些呢 记住啊 经营风险 比财务报表的重大挫暴风险的概念 更大一些 考试的时候别写反了 下一个 对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 这个真的 如果你不琢磨 很容易被坑 什么叫做衡量业绩 比如说管理层 你的奖金跟业绩挂钩吗 管理层你在被审单位持有股票期权吗 来我问大家 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件事呢 为什么要了解管理层的业绩如何评价呢 非常好 你要结合后面的知识 那叫做5B三角模型 可能面临5B的动机或者是压力 你看是不是前后串起来了 最后一个 了解被审单位的内部控制 了解的是与审计相关的 而不是所有的 所以这个表格当中 全都是一些边边角角的 那有可能你要通过做题 或者通过日常的读书 把它们才能够solo出来 但是我竟然把这个书来来回回翻了几遍 我觉得那些真的真的没法考的 我真的是不能给你再写了 否则你的负担太重了 但是这些地方 藏在那个角角落落里面的 我给你总结了这张表格 咱们稍微的应对一下这种黑马 或者应对一下这种冷门 一旦能够应对得上 那就是得知我信 但是一旦没有应对上 学点知识也没有坏处 所以这个表格 有一些偏偏屁屁的冷冷门门的 咱们稍微的看一看 按照我刚才书里的那个逻辑 大概不需要背 但是掌握一个基本的规律 好了同学们 以上是我们所讲解的第14级 最后我们今天的课程 主体内容就到这里了 然后在结束之前 我给大家稍微说一段话 因为很多同学到这个阶段 你能够看得到 我在给大家讲99级的时候 反复都在说 大家一定要提高专业的表述能力 什么叫做专业表述能力 我稍微花一两分钟谈谈这个概念 绝大多数同学到这个阶段 他做题呢也不是不勤奋 也在认真的进行投入和练习 但是做完之后呢 往往会自信心比较受挫 因为一对答案发现 哎呦我跟答案写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一样 是不是这样的 你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焦虑的时期 但是我想真的真的告诉大家 虽然这样说是客观事实 可能也未必特别特别的好听 或者给大家特别特别多的温暖或者安慰 但是我说一下这个实话 因为专业表述的能力呢 其实是我们从小训练的 你可能从小学的时候看图说话 到初中的时候写一篇作文 高中的时候呢 写一篇复杂的作文 等到你考工考研 或者考大学 那那个时候呢 写一篇更加复杂的 议论文继续文诗歌散文 甚至是深论 对吧 去讨论一些小事儿 什么样发生的 大事儿 国家层面的 国际民生的 那这个过程 它是十年种树的过程 你不太可能说 经过我考注册会计师考前 我就做那么几道题 我就希望我的专业表述能力 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我送给大家一句话 一句诗 这个诗呢 我给综合约乱的同学 前两天上课的时候我也在说 因为恰好聊到了 我觉得这个道理说得非常好 叫什么 叫做 识人不识凌云木 什么意思呀 说这个世界上的人呢 不认识 说哎呀 不知道这棵树 未来是一个参天大树 他不知道 因为看在那呢 一个小草 不太起眼 长在那 一个滴滴的小树苗 直到凌云史到高 说直到有一天 突然发现它高耸入云了 才意识到 哇 原来这棵树 是可以长那么高的 我才去惊叹它的尾案 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翻译成咱们现在网络上的话 叫做什么 说过去的我 你爱搭不理 一棵小草嘛 但现在的我呢 你高攀不起 是吧 再说的漂亮一点 叫做你要悄悄的努力 然后惊艳所有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待这个专业表述力的 这个心态 一定一定得是什么 就是你当作一棵树的心态 种多长时间呢 不要求你太长 不是五年十年 而是接下来的这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没有两个月了 但是一个半月是有的 这一个半月扎扎实实的训练 练到考前 我告诉大家 可能长不成参天大树 但是足以应对考试了 那那个时候呢 大家可能就会非常的稳妥 你不要希望说练两次练三次 专业表述能力显著的提高 这段时间一定要坚持 做到考场的那一天 你认为没有问题了 那么前面付出的这一系列的努力的过程 其实就是两个字 叫做准备 好了 我就说这么多 那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各位小伙伴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希望大家下课之后呢 把我们的题目都做完 好了 希望飞越计划 这样的一个授课方式 能够帮到大家 大家能够喜欢 同学们早点休息吧 拜拜